早上六点半起来以后身上就出现红疹 大夫说直接要进ICU 就进了ICU 然后几个小时以后孩子就没了 有一个同班同学就是感染了这个病毒 就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学校也没有告知我们 只是在群里就让学生去做体检 什么也没说 然后就推迟了几天开课 早上去的时候还好的 中午在学校食堂吃的饭 晚上回来了以后就出现发烧 然后再没有任何其他症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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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嘴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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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在哪 是 在哪 这都另一种 可以等下 好 我是 真的 就是你要弄一下玻璃盆 他那里会紧着 我这个打算了你别动 我要去 没有用 他在那里 不能こう 我也不知道 disappear 好 谢谢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不不不 不不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